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禮拜七中半島分享我 讲完道之后有个人跑来跟我讲 你现在怎么没讲笑话 我说 oh 我变成是一个必须 我跟你讲我只有在本堂才会讲笑话 因为来本堂讲道比较紧张 所以今天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 你们都认得马云吗 马云他就是淘宝退款的事情 心烦意乱 淘宝就是美国的Amazon 他因为淘宝很多退款 他很心烦意乱 他就去求见一个德高望重的蚕师 他说蚕师沉默不语 他就意味深长的拿一个热水袋 然后往里面倒热水 然后就轻轻的一抖 然后热水袋就爆了 热水袋就动就爆了 然后马云就若有所思的说 蚕师的意思是说 这一次的难关会像热水袋一样 不攻自破 还是说生命的热度只是瞬间 问那个蚕师 然后蚕师摇摇头就说都不是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 这是我在淘宝网买的 生活太紧张了 需要一点笑话 好 我想这一个月我们在讲等候神 然后上礼拜 江牧师特别讲到洗年 他讲到 我觉得蛮有意思 他说洗年 怎么样进入洗年能高 第一次他讲到赞美 第二次他就讲到等候 我跟你讲 这两件事真的很重要 帮助你进到洗年的恩高 一个就是等候 一个就是赞美 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讲等候神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赞美 好 等到我们等候神下个月 或许我们不再专注在这个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记得 当江牧师讲到 如何进入到洗年的恩高的时候 很重要的 至少刚刚开始的两件事 一个是赞美 一个是等候 要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给大家有一点点复习 这要怎么出来 好 出来了 好 谢谢 好 所以这里 我就给大家复习一下 我想江牧师讲到等候神的时候 他特别讲到两样东西 的不一样 一个是wait for 他说就是wait for 通常英文是指他还没有来 我们在等他 好 一个是wait upon 就是他已经来了 那我们是四立在他的面前 注视他来等候他 好 那当我们讲等候神的时候 好 我们当中的老会友 是指哪一个啊 好 是指wait upon 第二个 好 就是当我们讲等候神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第二个 就是神已经在这里了 但是我们视力在他的同在里面 等于来亲近他 来瞻仰他的容面 视力在他的同在里面 我们亲近他来瞻仰他的容面 好 所以这里就讲到说 好 大卫常常做一个祷告 他说有一件事 我承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容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好 那江牧师特别讲到 他说一个人 如果你没有常常操练 way upon 就是持续的视力 在神的同在面前 你很难在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一件急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有那个勇气 或者是勇敢 或者是耐心 来等 等神来为你来行事 而不是自己第一个就先出手 他说你如果没有常常操练 这个way upon的话 你很难去way for 那我觉得大卫就是这样子一个人 他被追杀 他遇到任何的事情 他遇到任何的不容易 包括他被扫罗追杀 他有机会杀他的敌人的时候 他说的一句话是 是说 他做的祷告是说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 断定是非 并且检查 为我申冤 他自己没有去做什么 他说愿耶和华在我们两个中间 来断定是非 好 因为大卫是一个常常等候神的人 好 那为什么我这样子说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诗篇六十二篇 好 我们先读一下诗篇六十二篇 一到六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大声一点 从他而来 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很动摇 你们大家攻击一人 把他毁坏 如同毁坏歪斜的墙 将倒的壁 要到几时呢 大卫写 大卫写诗篇六十二篇的时候 他这里第一节讲到说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 并不是他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并不是他很平安 然后只是抒发一个情感 实时上他在写诗篇六十二篇的时候 是在《撒姆尔记》下十六到十七章之间 那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 是他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 那他的儿子要夺他的王位 他的儿子亚沙龙叛变 然后大卫的谋士 亚西多佛投靠亚沙龙 在亚沙龙面前献祭 怎么样可以去杀大卫 他说你现在就去追赶他 就去追杀他 然后他在逃难的当中 也遇到世美 世美就是说话 毁谤他 攻击他 攻击他 就是说你杀了扫罗家的人 这就是你的报应 开始这样子 在他逃难的时候 一直攻击他 所以是他最不容易的时候 他在逃难的时候 有人要夺取他的皇位 他不只是夺取 事实上 在那个时候 看来好像是成功了 所以大卫需要逃亡 他需要逃亡 是他在逃亡的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写了诗篇62篇 他第一节讲到说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 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 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 等候神 为什么这么重要 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 我觉得每一个人 等候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心里面很多声音 不是默默无声 心里面是非常多的声音 尤其是你有困难的 困难的的时候 你心里面的声音更多 你常会觉得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他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个话 他为什么要给我那个眼神 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其实当我们有事情 有困难发生的时候 像他们这样子 像大卫这样子 被追杀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 不可能没有声音的 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心说 他说我的心 要默默无声 要专等候神 要专等候神 我要让我的心里面 不要有这么多 吵杂的声音 这里就讲到说 我的心啊 你要be silent 你要still be still and waiting 就是你要安静 不要动 然后光是等待而已 不要在里面有这么多的 self talk 因为听到现在 大家常常讲说 你里面有自己跟自己说话 自己跟自己说话 哎呦 我为什么这么笨啊 我为什么要犯这个错误啊 我为什么会 会这样子做这些事情啊 事实上我遇到一个弟兄 他才40岁左右吧 他就得了Parkinson 那后来我就 在帮他祷告的时候 我就有问他 我说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你会开始有这个疾病 好 那我们就一边带他 有一点收手 然后一边带他们 带他为他医治祷告的时候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其实 在他跟他女朋友分手 那时候分手的时候 他非常的后悔 好 他非常的后悔 他就持续两年的时间 他跟他自己说 我为什么这么笨 我为什么这么傻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 好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以至于这个关系破裂 他说两年的时间 他持续的 一直的咒诅自己 说自己笨 说自己傻 一直后悔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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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大概持续两年的时间之后 他就开始 就有Parkinson的现象 好 你们知道Parkinson的现象原因是什么 他是大脑在传输到神经的时候 中间的传输系统出问题 好 所以他有一部分的肌肉 跟他的手跟脚 有一部分他是没有办法完全控制的 常常容易僵硬 好 那 那所以我就 我这里特别讲到 好 大卫在这个时候 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 他说我的心里面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问为什么了 不要再埋怨了 好 不要再害怕了 不要再一直重复那些负面的东西 好 他说我的心啊 你不要再讲了 好 你要默默无声 但是你要专等候神 好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持续的在他的同在里面 来亲近他 来可想他 势力在他的面前 然后大卫就讲到说 他说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 他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 好 我跟你讲 这是大卫极大的开启 好 这个救恩 救恩讲到 好 事实上这个字 你如果去同一个原文字 它在其他的地方的翻译 有的地方就翻译成为健康 有的地方就翻译成为帮助 有的地方就翻译成为昌圣 好 昌圣 所以在这里他讲到 大卫做了一个祷告 他在被追杀的时候 他在逃亡的时候 有人压撒龙带着军队 已经把他爸爸占领了那个王公 然后当他逃出去的时候 好 很多人也有归向他的儿子 所以他在逃难 他只带了一些人跟着他而已 好 他在逃难的时候 他就做了这样子一个祷告 做了这样子一个诗篇 他说我的心啊 你要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帮助 我的拯救 甚至于我的昌圣 都是从神而来的 不是从任何的地方 但是我唯一要仰望的就是神 所以我要专等候他 我要势力在他的同在 我要来亲近他 同样的我要等候神来为我做事 来帮助我 我要等候神的帮助 好 所以在这里他讲到 诗篇62篇 他讲到说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我的高台 他说唯有神是我的磐石 磐石在这里讲到力量 他说唯有神是我的力量 我的磐石 他是我的磐石 他是我的力量 他是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高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平台 通常是讲到一个避难所的地方 好 我们讨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里讲到高台 他们通常是讲到一个避难所 所以大卫在这里讲到说 唯有神 唯有神是我的力量 他是我的拯救 他也是我的避难所 他也是我的避难所 在他最急难的时候 他做出这个祷告 他说 你们大家都攻击一人 这个人就是 这一人就是他 他说如同毁坏歪斜的墙 将倒的壁 要到几时呢 他们彼此商议 专要从他的尊位把他推下 因为大卫是一个国王 他们就是 他讲到这些恶人 一支商议 要把他从王位里面推下来 他们喜爱谎话 口水祝福 心却咒诅 他再一次对他的心说 我的心啊 你要默默无声 你要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他而来的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整佑 我的高台 当他这样重复 对自己的心说 你不要说话 你要等候神 你要安静 你要来到神的面前 你要安静 你要来到神面前 不要再说 你要安静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他第一个 他在诗篇里面 大卫讲到说 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必不很动摇 我必不很动摇 其实第一句他英文讲的是说 我就不会 我会被摇动 但是至少不会太厉害 英文是讲说 我不会被 greatly move 就是说 我虽然会被摇晃一下 但是 但是呢 就是这样摇晃一下 到他第二次再讲 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 要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他而来 当他讲到这个盼望的时候 他就说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我必不动摇 这里他就真的讲到 我不会 我不会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来被shaken 就是被震动到 他第一次讲的时候 他说我的心啊 你不要再说了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安静来等候 安静来等候 需要安静来到神的面前 他说 就算这些事情 会让我害怕 会让我紧张 会让我担心 会让我觉得累 觉得压力 沮丧放弃 有各种各样的群细 跟思想在我的里面 他说 但是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有被摇动 但是呢 并没有很厉害的被他摇动 只要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当他第二次讲 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的时候 他说 当我一直的持续的 要来到神的同在的里面 来亲近他 来倚靠他 要来等候他的时候 他说 这些事情 这些问题 就真的不再能够摇动我了 好 我觉得这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好 这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你 我们现在活的世界 就是一个高度压力的世界 好 你不能阻止别人不说什么话 你不能阻止别人不做什么事 好 你甚至于不能阻止 明天就要发生什么事 这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好 你不知道哪一天 你去梦里面 会有人拿枪出来 好 现在人越多的地方 他以前说 人黑的地方 没有人的地方 是最危险的地方 现在人多的地方 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是不是 人少人多 都是最危险的地方 好 所以你 其实你很难控制 什么事情会发生 好 甚至于已经发生的事情 好 已经发生的事情 一些让你 真的霸占你的心思意念的 好 其实你安静下来 你大概就知道 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那个就是你的self talk 好 就是你自己在对自己 一直说的话 自己在对自己说的话 你只好一安静下来 好 你不用怕说 我安静下来 就私利烦扰 你就安静下来 看看你私利烦扰 在烦扰什么 好 这个就是你最放不下的事情 好 但是大卫说 即使这些放不下的事情 但是他对他的心说 你要安静 不要再讲了 好 害怕的事情 过不去的事情 生气的事情 不要再讲 好 我以前有的时候 发生一些事情 好 很 比较早期的时候 好 那时候生命还在一个 成长的当中 我有时候就 很 很觉得不平 好 觉得很不公平 被冤枉 然后觉得 这不是事实 好 你不觉得你不是 听到一个 不是事实的东西 会让你最气吗 好 我根本都没有说这个 我没有做这个 但是却被别人 在背后这样子讲 好 然后 那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又不能去解释 你知道那真的 憋啊 你知道 你又不能去解释 你就憋在那里 好 我就想说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操练 我一定要操练 安静下来 我就 你用意志力就这样子 好 如果你等候神的时间不够 你来到神的面前 时间不够 你意志力不够 好 不是 你只是用意志力 不是意志力不够 好 你来到神面前 时间不够 你只是用意志力的时候 我跟你讲 晚上做梦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 好 我对一个人非常气 好 白天我都不讲 好像没事 没有事一样 没有关系 我就交给主 没有关系 我就交给主 等到晚上 我做梦的时候 我就在梦里面 好好的把他 臭骂一顿 骂得之爽的 我还记得那天 那一次 刚好是跟敏文出去 在外面住宿 好 然后他早上就问我说 你晚上睡得怎么样 我说太好了 我终于可以把他骂一顿 我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终于可以泄愤了 把他骂一顿 好 其实这个就是靠压抑 好 但是你的self talk 你的那个 实质上 持续地在你的心思意念 跟你的潜意识里面 好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这是很不健康的 我是真的对你身体很不健康 不只是对你的灵魂很不健康 好 所以这里大卫讲到说 好 当他在被追杀的时候 而且追杀的是他的儿子 好 你想想看 如果是你的亲人 好 我上次遇到一个师母 他本来是一个很快乐的人 他后来得了忧郁症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教会 当他出去拓荒拓子 第二个教会的时候 他原来的教会开始毁谤他 让他这么伤心的原因就是 第一个教会是他自己生自己养的 他说都是我带新竹的 都是我的属灵儿女 怎么会变得这个样子 后来他就开始得忧郁症 好 所以我只是让你体会一下 大卫所受的 好 是自己的儿子 好 自己的儿子追杀他 好 这样子追赶他 好 所以 大卫在这里讲到说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态 我必不自动摇 好 那 接着 好 62章7到12节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 我们大声来读 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难所 都在乎神 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请心吐意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下流人真是虚空 上流人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 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 不要仗势欺人 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若财宝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 神说了一次两次 我都听见 就是能力都属乎神 主啊 慈爱也是属乎你 好 所以这里 大卫继续说 唯独神是我的磐石 唯有祂是我的力量 我的拯救 祂也是我的避难所 所以我必不至于动摇 好 然后在这里接着他讲说 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请心吐意 好 在他面前请心吐意 好 其实我每一次来到神面前 安静的时候 我觉得神好棒 我跟你讲 祂真的知道你每个心事意念 所以我每次一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只有跟主说 主啊 主啊 你都知道 我跟你讲 神都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件事 你都不用细细讲 你知道你跟人讲 跟这个人讲 讲完一遍 你知道吗 今天发生什么 讲一遍 再跟第二个人讲 再讲一遍 真的好累哦 你知道 但是你来到神面前 你来到这位神面前 你知道你 虽然他看不见摸不着 因为神不希望我们拜偶像 但是他是真实的一个 一个有情感 有思想 有意志 一个有位格的神 好 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好 他创造你 好 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每一个 你的每一根头发 他都数过了 你要知道这句经文里面讲的 你每一根头发 他都数过了 是指你每一根头发 都被标签了 第一根 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你知道吗 他把你标好了 那是你 所以你掉一根头发下来 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是掉哪一根 但是神知道是第几根 好 所以你知道神知道我们 继续迷移到这个地步 好 所以在这里大卫讲说 嗯 他说 他说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重明当实时的依靠他 在他面前请心徒一 好 当我们等候他的时候 其中一件事情会发生的 就是你把你 现在 你就是把你自己所有的需要 把你这个人 不管你现在是高兴 失望 快乐 健康 不健康 你重要的就是把你这个人 带到神面前 然后你只要 安静在他的面前 你可以坐在他的面前 你可以跪在他的面前 好 我知道现在 有的时候青少年弄那个 很漂亮的soking room 他们是躺在那里 好 这样子来亲近神 好 当他们在soking的时候 就是你 你 我觉得重点是 你的心思意念 要安静下来 好 但是刚刚开始没有 不安静 没有关系 这是必然的 好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习惯 好 但是你要重新来 来 rewire 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 为什么赞美跟等候这么重要 赞美 见着你宣告神的话 你可以重新 重新rewire 你的脑细胞 我上次有讲过 还记得吗 好 其实等候也是 好 你等候一安静下来 你就发觉 你只要不说话 一不安静 想的都是这些 柴米油盐 酱住茶 工作 别人说的负面的话 还有一些 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人都是对压力 比较有反应的 对好的事情 哇 感谢主 好像就很容易过去 好 我们通常对于 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的脑子 跟记忆力 比较有反应 它就会在我们脑子里面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但是借着你安静下来 这些被显出来之后 好 你就可以 像大卫一样 跟自己说 我的心啊 你要默默无声 你要来等候神 你要势力在神的面前 好 你要进到神的同在里面 其实当你安静下来 你开始跟主 跟你自己也跟神 这样子做 这样子祷告的时候 你其实也在重新 把你的脑细胞 跟你的思想 重新的规划 好 重新的规划 好 让你的思想进入到一个好的循环里面 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说 我们要在神面前 要跟神请心吐一 请心吐一的结果是什么 跟你讲 最奇妙的事情会发生 只要你常常愿意来到神面前 你不要因为心思意念 不能集中而放弃 你时时的操练 一直的操练 有一件事情会发生 就是像大卫这里讲的 他就听到神跟他说话 他说 神说了一次两次 我都听见了 就是能力都属乎神 主啊 慈爱也是属乎你 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大卫说 当他来到神面前 等候神的时候 他虽然心里面 他有没有挣扎 还是有啊 否则他不会讲说 下流人真是虚空 上流人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里 旧必浮起 他们一共比空气还凄 不要仗势欺人 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如果财宝加征 也不要放在心上 他如果心里面没有不平 他不会讲这些 大卫并不是说 哇就是天然人好到一样 什么样成立 不会生气 也不会受伤 他一样有这些情绪 但是他带到神的面前 他就讲到说 在他面前请心土意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他躲在神的里面 然后接着他就听到神 跟他说 神说了一次两次 我都听见 就是能力都是属乎神 慈爱也是属乎你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等候神看是一个 禁止的一个 一个 一个动作 但是你进到洗年的很高 我跟你讲 不是只有赞美 你真的需要安静下来 去感受 借着安静下来 我自己个人的操练是 我并不是一个 很喜欢安静的人 我并不是 因为我心思印象非常的混乱 想东想西 想东想西 但是我觉得 这么多年的操练 我们从早期的操练 江牧师教我们要坐在那里 然后早上要坐在那里 这样等候神 我跟你讲 早期操练到 这样子打瞌睡到脖子 脖子这样子 你知道就这样睡着 我睡到扭到脖子 我真的不配 我睡到扭到脖子 然后有的时候坐着 睡着了 还做了个梦呢 然后就突然间醒来 怎么搞 怎么在做梦了 赶快重新开始 我们早期是很认真 这样子坐在那里 一直操练的 就是实际的要 要让自己去学习 可以安静下来 等到你开始学习 可以安静下来之后 你才能进入到 你的心思意念 开始进入到一个安静的里面 而且神可以开始 介入到你的思想 我觉得从我操练 等候神到现在 从早期 我遇到什么事情 我就很害怕 遇到不高兴的事情 我就要讲 见到人就想讲 就是很不平 见到人就要讲 然后有高兴的事情 也是见到人就要讲 我记得那时候 江牧师常常跟我说 现在不要讲 等一下有时间再讲 或是现在不要讲 等到明文来再讲 讲一次就好 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扫兴 怎么有人这样子 就是要现在讲 现在我才有这个目 当然要现在讲 以前常常讲 现在不要讲 现在不要讲 好 我跟你讲 他现在很少跟我讲这个 因为现在我开始 可以控制我自己 我跟你讲真的 好 你从一个 你从一个好像 一有什么环境的反应 就要去反应的人 等到你开始长期操练 安静在神的面前 势力在神的面前 跟神请心徒意 说话之后 我跟你讲 渐渐的开始 你进到这个神 神的同在里面 因为我跟你讲 你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 我今天其实要跟大家讲 你等候神的操练 你真的等到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不是坐在那边空等 当你可以开始感受到 神的同在之后 我跟你讲 你的害怕跟恐惧 会突然间减少很多 因为你就知道 你不是一个人 你知道吗 我们平常很热闹 都一个人 赞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 但当你什么都不做 你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感受到 第一个不是孤单 而是你可以感受到 神的同在 你可以感受到 神的靠近 我跟你讲 你只要愿意 一直去操练 有的人快 有的人慢 有的人一安静 就等候到了 有的人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多长的我都听过 但是我跟你讲 你一旦 你一旦感受到 神的同在 好 我自己知道 制服惧怕 最有用的就是 你开始可以感受到 神的同在 你开始可以感受到 之后 你就不会这么害怕 你做每一件事情 你都开始 不会这么害怕 因为你知道 你不是一个人 对不对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像大卫一样 去打格利亚 我是靠着 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我一直在觉得说 你怎么喊 我跟你讲 你怎么喊 你都会害怕 靠着万君之耶和华的名 靠着万君之耶和华 你到时候越讲越快 然后就跑走了 跟你讲真的 那个东西不是声音的问题 我现在有一点点明白 大卫在干什么 你知道大卫 他十六七岁 就每天在放羊的时候 这样一直亲近神 一直亲近神 一直等候神 这是他长期的操练 所以他在逃难的时候 他可以说 好 我的心 你不要说话 你要专等候神 因为能力 能力是属乎神的 能力是属乎神的 拯救是属乎神的 帮助是从神而来的 力量是从祂而来的 好 所以我鼓励大家 我们当中或许有的人 来教会很久了 这是你一个平常习惯的操练 有些或许是这几年才来的 好 或许没有 没有这么多的强调 或者是操练在这个地方 我鼓励你一定要开始 你一定要开始 我跟你讲 你一旦进入这个等候神 你就挖到宝了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你就挖到宝了 好 因为能力是属于祂 慈爱也是属于祂 好 你一旦找到祂 你可以感受到祂的同在 第一个我刚刚讲的 马上你的惧怕 很快很快的会少很多 好 另外一个 就是这里大卫所讲的 你会开始很容易 感受到神的一个意念 神的一个方向 神的一个话语 在你的里面 你不见得是听到一个 可听见的声音 但是神就会开始跟你说话 好 当神一句话下来的时候 你里面真的就有一个 真的是神 神的声音跟人的声音 真的很不一样 神说一句话 我跟你讲 你的心马上就搞定了 好 就有一个平安在那个地方 好 你就不会害怕 好 然后那个时候 当你势力在神的面前 你可以感受到神的时候 你就有办法被神带领 以至于跟神同工 以至于神的荣耀 神的能力 神的恩惠跟慈爱 可以开始临到你的生命 跟所有你所做的事情 好 但是早期 当你不是感受到这么多的时候 是需要一个意志的选择 好 需要一个意志的选择 我就是像加牧师上礼拜讲的 你播一个闹钟 好 先三分钟 五分钟 好 开始渐渐的加长 直到你里面的人可以安静下来 好 里面的人可以安静下来 好 那 嗯 这里大卫有追赶他的仇敌 好 好 压沙龙 好 他自己的儿子在追赶他 好 四美在骂他 好 然后奸诈的人在献计策 好 要使他灭亡 好 那我不知道 追赶你的是什么 好 追赶你的是什么 好 你是不是有做不完的事 有很多的责任 好 或是最近刚好 有发生一些意外 好 或者是一些破损的人际关系 好 或者是whatever 好 压力 疾病 好 常常带给你重压 好 那你可能会有的现象 好 你可能会开始觉得 开始意怒 沮丧 焦虑 下沉 害怕 好 然后会产生一些压力的情绪问题 好 疲累 好 疲累 血压高 好 身体下降 这些都有可能发生 你刚开始先是你的情绪 好 为什么 因为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免疫力 然后接着就是你的身体开始出问题 好 你的身体开始出问题 好 等候神就能够帮助我们 好 赞美也可以帮助我们 这两个都非常的重要 赞美 借着赞美 你可以营造一个天开了的地方 在你的生活的环境里面 在你的生活的周围里面 借着等候神 你里面所有潜意识的意念显现出来的时候 好 那你借着等候神 你持续的跟自己说 不要再去想这些了 你要默默无声 好 只有我要来亲近你 我要来爱你 甚至于你可以默想一句话 像大卫讲的 能力是属乎于你的 主 慈爱也是属乎于你 你在等候主的时候 刚开始的祷告 你可以说主 我要经历你的能力 我要经历你的慈爱 好 这是最有用的 好 那我觉得 其实木会压力是很大的 人际关系 至少对我啦 人际关系是一个 压力最大的事情 我觉得事情还有做得完 人际关系做不好 就是永远是没完没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人际关系没处理好 这个叫做没完没了 永远都不会结束的 那所以其实像木会 或者是我想木会是其中一个 有的人工作压力很大的 你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交感神经 跟副交感神经失调 好 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失调 好 你要知道我们脑 讲一点点 我们的脑有一个情感的部分 好 当你有压力进来的时候 有事情进来的时候 有冲突进来的时候 你的情感 情感 脑的情感的那个部分 就是连在你的交感神经 好 所以它就会让你的交感神经 一直很亢奋 好 一直很亢奋 然后当你的交感神经 跟副交感神经不平衡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失眠 焦虑 好 你会开始产生很多不平衡 跟出问题 好 然后有一次 好 很有意思 我看到 那个时候是在 现在的得胜者 以前的精英小家 有一个姐妹 她回台湾回来一趟 荣光焕发 我就说 你怎么变这么漂亮 气色这么好 她就对我笑一笑 隔了几天之后 她就打电话给我说 你真的想知道吗 我说好啊 好啊 我想知道 她说我告诉你 台湾有一个诊所 是帮忙看交感神经 跟副交感神经的 她说牧师缠到人 只要付十分之一的费用 你有兴趣的话 你下次回台湾 我介绍你去 好 我说好啊 我真的就喜欢试新的东西 我当然要去啊 好 然后下次我回台湾之后 我就咚咚咚就跑去了 好 介绍我去 然后她就一去之后 她就先帮你测 你的交感神经 跟副交感神经 然后就 我就是查很多 然后很不健康 我已经忘记 我指数多少了 反正就是很不健康 然后她就开始说 好 你现在要做十个session 十个 你要来十次 每一次要 不知道做半小时还一小时 我有点忘了 然后你就要来坐在那里 坐在那里 她还给你吃维他命 然后坐在那里 然后她就给你贴那个东西 贴那个 这里贴穴道 这里贴一个 那里贴一个 这里 大部分很多都贴脸上 有的贴脖子上 她就是要 因为你要知道 你很多交感神经都在头上 你知道 她就贴贴贴贴贴 然后她就通那个电流 然后这样 然后就开始 我的皮肤就开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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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直抖一直抖 你知道我很急啊 我就希望快一点好 我就说电流开大一点 开大一点 这样有一次过 太大我都觉得 我的眼睛要跳出来了 我说哎呀太大了太大了 我就觉得我的眼睛要喷出来了 那个力量太大 那个电的力量 它就这样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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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然后你就坐在那里 通那个电流 这样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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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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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这样弄一个小时 然后就回家 问殷勤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才回去 两三个礼拜吧 我每两三天就去做一次 就去给她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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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然后我就做完 到第十次的时候 到第十次 那天早晚去做第十次的时候 然后早上呢 我就接了一个电话 好 那个电话的谈话内容呢 谈得非常的不愉快 然后我心情就很不好 然后我就做我第十次 第十次的时候 他要重新给你检查 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 然后我这样一检查之后 那个医生说 你早上干了什么事情啊 他说你的 怎么变得这么低啊 那个交感神经变得这么 各位数字了你知道 他说你怎么搞的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 哎呀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他这个店半天是没用的 我只要发一次脾气就全毁了 去那边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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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十个礼拜 通电通了十个礼拜 你只要发一个脾气 马上回复原创我的交感神经 跟副交感神经 我就鼓励大家 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 你的救恩是冲神而来的 真的你的救恩是重生而来的 那次我就知道了 哎哟搞得我真的是 整个脸的皮都在跳 还是没有用 整个脸的皮都在跳 哎哟跟你讲真的是 跟你讲你的脑子 现在讲给你听 看得见吗 左边都是cubicle 左边都是cubicle 右边就是 哇 风花雪月 这是我们的左脑跟右脑 我跟你讲 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尤其是一个刺激 一个冲突的时候 通常是刺激到我们的左脑 左脑是有空间跟时间的感觉 所以你看 来不及了 你马上你的左脑就知道 来不及了 然后你就会很紧张 就要开始冲 你的左脑来不及了 马上告诉你来不及了 然后还有一个空间 马上说 要跳过去 要跳过去 你就知道明明跳不过去 这是你的左脑 右脑呢就是 它没有空间跟时间的感觉 就是风花雪月 啊 好美哦 就是它没有时间的感觉 右脑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感觉 好 那我们的交感神经 就是连在我们的左脑 好 我们大部分的人 百分之七十几的人 都是用左脑的 好 即使你是做艺术 大部分的人 我们都是用左脑来反应的 好 所以我刚刚讲 好 我刚刚就讲到说 所以当我们的左脑 受刺激的时候 好 如果你的思想持续在那个 我刚刚讲那个loop里面 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弟兄 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糟很笨 我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 持续地想 持续地想 直接想 后来你看真的 他的脑跟他的神经系统 中间就断了 所以他就四十岁就开始得 Parkinson 好 他的手跟脚就不听使唤 好 就是他的那个 神经元中间传定信息 信息的地方断裂 好 那所以 你怎么样能够让你 从这个loop出来 其实我上次讲到一个 借着赞美 另外一个就是借着等候神 因为你借着等候神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潜意识在想什么 你要知道你的脑 百分之六分之五 都是你的潜意识 好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 你觉得他特别胆小 现在也没发生什么事 他还是胆小 那是因为很久以前 他曾经被惊吓过 所以在他的潜意识 一直告诉他 会发生危险的事情 好 所以 所以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 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 就是让你的左脑 不要再去 不要再去做那些激烈的反应 或者是负面的反应 好 你借着默想神的话 然后势力在他的同在 让他的同在 他的能力跟他的慈爱 开始进到你的里面 让你的心安定下来 好 那我给你看下一个图 你知道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 这是人家做的实验 科学实验 好 我们是讲等候神 外面的人是讲默想 好 我鼓励弟兄姊妹 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 如果基督徒不等候神 我们就是要把神给我们 最好的礼物推在门外 因为现在不信主的人都在默想 所有不信主的人都在默想 上一次就是张伟牧师 其实跟我讲 他说有一个孩子 好 他现在已经不信神了 但是他为了让他的事业更起飞 他每天早上都在默想 为什么 因为人家告诉他 默想会变聪明 好 我跟你讲 他们做过科学实验 他做过科学实验 我给你看的这张图 是一天等候半小时 八个礼拜 他们做实验 他让一个人安静 常常坐在那里 就是安静 心思意念安静 半小时 连续做八个礼拜 他们就要去照他脑部的图 他就说那个 我不会念那个字 什么 Hippocampus 他就说 这个东西 就会开始变大 他说你脑部的 这个部分就会变大 这个部分 是掌管你的学习跟记忆 他是掌管你的学习跟记忆 然后他说 一个人每天安静半小时 连续八个礼拜 他们去照他的脑部 上面那个黑色 是另外一个垂体 它会变小 那这个是掌管你的 焦虑跟压力 这他们做过实验去照 就是你之前 先照你的脑子 然后等到你每天 安静半小时 连续八个礼拜 他们再去照你的头 就变成这样子 我跟你讲 外邦人是没有神 没有神的话 没有能力 没有慈爱 他们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仰望的 他的脑都会起变化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真的是神造的 你造的神去做 你就算没有得到百分之百 你还是可以得到一点点 我跟你讲 我看到这些医学报导 我想说 主啊难怪你要我们 心里默默无声 要专等候你 我们借着来到神的面前 我跟你讲 为什么能力属乎他 为什么智慧也是属乎他 荣耀是属乎他 慈爱是属乎他 我跟你讲 你只好愿意安静在神的面前 真的照着神的律 照着神的能力进到你的里面 我相信我们的果效 会比别人做得更好 如果你愿意这样子来默想神的话 如果有一天外面的人都在冥想 只有教会的人不等候神 那我跟你讲 我们基督徒真的吃亏要吃大了 因为这个是神以前就告诉我们 很早就告诉我们的 你要等候耶和华 你要等候耶和华 我再说你们要等候 你们就是要等候 我觉得神来来回回的讲 我今天不举所有的经文了 因为这跟你的受造有关 跟神怎么样来运作 运作是有关的 祂的能力要进到我们的里面 祂要改变我们 祂要赐福给我们 所以你要知道你一直等候神 你真的会变聪明 你的学习力 你的记忆力会开始增加 你的焦虑 你的所有一切的压力 都会开始减少 这是神应许我们的 只要你愿意来到祂的面前 像大卫所讲的 我一生一世 主啊只有一件事 我成求耶和 如今人要寻求 就是在你的殿中 赞扬你的荣美 在你的殿里求问 好 那我想很快的我讲一下 等候神的方法 好 就是很简单 你可以像神说爱的言语 你也可以唱一个首爱的诗歌 你也可以从导读一节经文开始 好 那神若是给你一个负担的话 你也可以为 为那个祷告 然后你再安静下来 好 所以 任何时候你只要想睡 或没有办法集中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重新 如果你开始是一段经文 你就重新再用那段经文 如果你开始是一个诗歌 你有一点想睡 或精神不集中 你就再唱一下那个诗歌 但是一直让你的心思意念 安静下来 所有浮出来的杂念 你可以借着神的话 再将他的杂念 归回到神的话里面 神的真理里面 如果你愿意这样子去操练 我跟你讲 真的 你要开始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 所以我为什么说江湖是说 进入到洗年能高 真的赞美跟等候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好 好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本来想 好 看下一个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诗篇 然后我们就结束 有一点点操练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至于我 我的脚几乎失散 我的脚险些滑跌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 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看啊 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是常想安逸 财宝变家增 好 我们再继续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 眼看实戏为难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好 我们一起来读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 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必要死亡 凡离弃你行邪淫的 你都灭绝了 但我亲近神 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好 这个亚萨诗人 他刚开始很不平 他看恶人蒙祝福 你看他这里讲 他说这等人 狂傲人想平安 他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他说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常想安逸 财宝还加征 他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好 但是他什么时候开始一转念 他说 他就想不通 主啊 你到底在哪里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你怎么会容许这种事发生呢 他说直到他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好 诗篇73篇 这一节 17节 他说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 在旧约的时候 当他们讲到神的圣所 就是神的同在的地方 他说直到我进到神的同在的时候 我思想他们的结局 他说 主啊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他刚刚开始越想越不平 你知道我们人的智慧 的看见是很有限的 我现在都不敢 觉得什么是我一定知道的 因为我们真的太有限了 只有神知道未来 只有神是超过时间空间的 好 那 所以这个诗人 他头先看到这些 他觉得很不平 怎么会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 他说直到他进了神的圣所 直到他进到神的同在 跟神的荣耀里面 直到他进到神的里面 我们这里讲到等候神 就是我们势力在神的面前 他说直到我进到这个圣所 其实是同样的意思 直到他进到神的同在 他说我思想他们的结局 他突然间看到神所看到的 他突然间看到神所看到的 他就一转念 他就一转念 他就成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鼓励你 我觉得我们生活里面 每个人都有压力 家庭主妇也有压力 上班的人也有压力 做什么事的都有压力 连失业的在家也是非常有压力的 好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压力 我自己这一两年也是 我觉得从一个分堂到两个分堂 到三个分堂到四个分堂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 我怎么样可以把现在把这件事情搞定的 我还不是搞得很清楚 好 现在我们要开始第五个了 好 很快就要开始了 我觉得一个加着一个 一个加着一个 你知道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 排山倒海的 来到我的这里 好 很多事情我要回 好 很多事情我要回应 很多事情我要解决 很多问题来问我 好 很多事情 可以解决 我现在觉得可以解决都还是小事 我跟你讲 可以解决都还是小事 有很多事情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 包括我在牧养分堂的时候 好 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主啊 我就是专等候你 我要相信能力是属乎你的 主 我也相信此爱是属乎你的 我就是叫我自己的心 一直不要去担这些重担 我就是要来到他的圣所 主 我就是要来到你的同在里面 来到你的圣所 主 你给我一个另外的眼光 你给我一个另外的看见 你给我一个另外的盼望 好 我需要一个新的盼望 好 以至于我可以继续 带着信心 带着喜乐 甚至于带着力量 好 我刚刚讲的 好 你要知道在等候神的时候 好 外面的人现在 医生是叫你默想 以至于你的腹交感神经会被医治 你就可以睡着 现在失眠症很厉害 焦虑症很厉害 好 所以等候神 会医治很多人的失眠 跟焦虑 白婆啦 好 我觉得神都我们预备了 所以他说我的救恩 大会说我的救恩是从你来的 我的健康是从你来的 我的拯救是从你来的 我的帮助也是从你来的 我现在做分堂也是 我觉得我要不是真的 我们这里的两个法宝 赞美 等候 再讲神的话 好 我跟你讲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活下去 有时候事情不能解决 我就会开始一直睡 我就会很想睡 我就跟主说 主 我不知道怎么样面对 好 我就会 我的习惯是去逃避 但每一次 我在半睡半醒 你没有办法睡的时候 你知道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并不是有办法睡得很好 好 我觉得神就常常跟我讲 你不要担心 你要相信我 好 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时候有一次 我是一个 一方面很有责任 一方面我又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 我记得那时候 刚刚开始圣和西分堂 我带着他们出去 好 那他们 有很多的未知 好 一群人就这样出去 因为当初分堂 他们就一直说 米皮塔斯这么近 好 圣和西这么近 我们应该不会被分出去 好 后来江牧师还是邀请他们 问他们要不要分出去 所以我知道在同工里面 他们有很多的未知 那时候我带他们出去 一个月之后 好 刚好在以色列 有一个回家聚会 好 那时候我在祷告 我要不要去 好 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 我不要去 我分堂才开始一个月 好 那 然后 但是呢 就有人为我奉献机票 旅费 好 就说你去啊 你去啊 全都为你奉献了 然后我祷告 我也觉得好像我应该去 我就跟圣和西的同工分享说 我要去以色列两个礼拜 好 那时候前后加起来 大概两个礼拜 那 其实我心里面蛮欠久的 好 我讲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同工就讲 刚坐完月子就走了 好 开堂一个月 坐完月子就走了 好 就杀手不管了 好 后来 你知道我心里面就是 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 有罪恶感的 然后就很放不下 好 然后我就跟主祷告 后来你知道神就跟我讲说 你去啦 你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重要 It's ok 你离开一下 不会有什么坏事情发生的 然后我就觉得 神跟我讲的话 给我一个很大的释放 好 神神你不要这么紧张啦 哎呀 你在那边 其实没有差这么多啦 我觉得神就这样跟我讲 然后我就 我心里面就放下来 我就平平安去 就回来 果真他们都还蛮好的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特别的事情发生 好 那我觉得 这是第二个分堂 到现在已经有四个了 我们马上要开始第五个 那个压力 那个事情 好 我觉得我可以 每天活在被事情追赶 被压力追赶 被需要追赶 被问题追赶 好 但是我现在 唯一做的一件事情 好 就是像大卫一样 跟主说 主我相信 能力是属乎于 于你 慈爱也是属乎于你 好 包括我记得前一阵子 好 我跟一个童工讲 好 他其实很负面 好 然后 但是我也不能跟他讲什么 我跟他讲什么 他都会受伤 好 所以后来我就跟主说 主我决定我不再讲他 好 然后他每次讲什么 我都说 哇 你好棒 你好有为父为母的心 你好有这个 你真的是很有爱 哇 你能力好强 你做得好好 好棒 我就是常常一直这样讲 其实我还是看到很多问题跟缺点 好 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主说 主啊 我觉得有一次我在安静的时候 我就跟主说 主啊 我是不是真的眼说瞎话 然后我就记得真的在等候的时候 神就跟我讲说 你相不相信你就是一直说 他会变成你所说的那个人 好 你知道马上 一个平安进到我的里面 我现在对那个童工 我一点都没有担心 虽然我持续有时候会听到一些小羊的埋怨 听到一些事情 但是我就觉得我就是继续的说 一直说他是很棒 他是很好 因为神已经跟我讲了 我只需要做这件事情 我真的开始等候 我越来越知道很多事情不是靠我 我不能做什么 我越想改变一样东西 我就知道更多的冲突 有的时候 我越想去纠正一个人一个事情 我有一次就是纠正一个童工 结果后来下午他找我谈了四个小时 因为他说我没有说话 没有真容文化 我现在想说真的太划不来了 我只讲了一句 我要跟他听他受伤跟我讲 他被我伤害了四小时 我算一算打一打算盘 我跟主说实在是太划不来了 这个算盘 这个我绝对不再做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一直安静 一直安静 每一样事情 跟主说主我需要你的智慧 需要你的能力 告诉你等候神 真的会让你变聪明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常常开会 一直开会 我就跟他说不能再开了 不能再开了 越开越笨 我已经变笨了 我需要回家安静一下 其实那个时候是我的感受 我那时候还没有看这个玉学报道 我就知道原来我的感受是真的 当我一直在魂的运转里面 我真的觉得我越来越笨 但是当我回到神的里面 安静在他的面前 弟兄姊妹真的当我进入他的圣所的时候 我所有看事情的眼光开始不一样 所以大卫说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他第二次讲到说 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真的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一切事情都有办法 一切事情都可以解决 所有的事情都会来得及的 所有的事情会有好结果的 这是我常常要跟自己讲的 这个人不管怎么样 一定会改变的 只要你进到这个圣所里面 看到神的荣耀跟能力 领受到神的慈爱 你就会知道真的 我们只是跟神同工而已 真的这两年来 我越来越知道 我只是他的帮手 而我需要安静下来 知道神要我做什么 不要我做什么 他要我帮什么 不要我帮什么 当你开始进到这里面之后 我跟你讲 你的灵魂体都会开始有一个翻转 你的身体 先从你的灵魂开始 当你的灵魂开始进到神的同在里面 你的身体就开始改变 你的免疫力会开始提升 你的精神会开始变好 我跟你讲到最后 连你的长相都会开始改变 我不骗你 我觉得这两年我越忙 我反而越多需要躲回到神的里面 我以前没那么忙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安静 还看不出来 我现在越忙的时候 我只要不够安静 我马上脾气就来了 烦躁就来了 失望放弃 我马上那个情绪全部都会出来 只要我安静不够多 好 我跟你讲 你常常这样子 我现在被磨到 真的凡事躲回神的里面 主啊 我就是 就是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救恩是从你而来 当我常常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以前每次回台湾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人家都叫我阿婆 我想说你叫我阿婆 太过分了 这是两三年前的事 我跟你讲 这一两年我回去 你知道人家在叫我小姐 真的不骗你 我其实没有做什么很大的改变 真的 我最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 我变年轻了 跟你讲嘛 最后告诉你们一个 你一直安静等候神之后 它会分泌 它会改变你一个DNA 是anti-aging的 我是跟你讲真的 你不用买那么多眼霜 那眼霜很贵的 真的 我看一个姐妹比我年轻 花好多钱买眼霜 她现在看起来皱纹还是比我多 你怎么样抹都抹不掉 你心里面的痕迹 好 所以我鼓励大家 你要做的是来到神面前 用神的话 一起洗净你的思想 安静的时候 安静 凡乱就让它凡乱 让你真正凡乱的事情 全都浮出来 没有关系 拿神的话来把它洗掉 把它重新改写 当你这样一直改写 我跟他讲你不自觉当中 你的信心就开始加增 你的信心就开始加增 你的爱心也会开始加增 因为能力是属乎他的 慈爱也是属乎他 阿们 好 我想今天我们就唱一首诗歌 然后我们花一点点等候神 唱一首短短的 好 我们就唱一小段 然后我们试试看 你先站起来唱 我怕你等一下就睡着了 因为暖气开得有点大 我心默默无声 转等候你 我心默默无声 我心默默无声 转等候你 我的盼望 从你而来 我的盼望 从你而来 摩登 counseling 主 就是 主 亲 公事 小学 你 谁 小子 我灵切切尋求是你自己 我心切切羨慕是你的名 我的心能苏醒苏醒 我的力量多心情 我们可以请坐 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我们试试看安静五分钟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救恩 我的盼望都是从你而来的 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我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我的帮助从你而来 我的力量从你而来 我的力量 是 我 耶稣 耶稣 爱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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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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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